好,來接著 剛才只是簡單的坐標泡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範例二 範例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投影點對稱點的那些題目 可以接受嗎? 那已經跟你講口訣了 如果是投影點 就是什麼? 直接壓上去只剩兩個元素 然後其律為零 那如果是對稱點呢? 如果是對稱點呢? 就是你對稱利軸 就是利,普遍,其他加負號 對吧? 可以嗎? 那你只要運用熟悉 因為立體要有段考一定考 投影點跟對稱點 那因為 他的數字 他給的點有時候不是很好看 不好畫 所以你至少這個規則要稍微知道 來,第一個 對投影點跟對稱點的敘述 下一個證明 第一個 P 在Y軸的投影點為0-2-0 對嗎? 來投影點 他投影點圈起來 投影是什麼? 剛才的講座 投影就是 對Y投影 則Y不變 可以嗎? 所以答案 後來的投影點點 坐標應該叫 E 0-2-0 0-2-0 好,這第一題 所以A 要選 好,再來B選項 再來B選項 他說 他說 在S3平面上的投影點 S3上的投影點 只要是投影點 就什麼 他 B選項 B選項 在S3 所以只會有S3有毒素 然後其餘不變 這個 其餘變0 所以就是 S3 然後其餘是0 所以後來的對稱點就是S3不變 然後Y變0 所以叫105 可以嗎? 這樣 他是125 所以錯 答案B不能選 那125是什麼? 125應該是做對稱 再來C選項 關於利軸上面的對稱點 然後對稱點圈起來 對稱點是什麼? 如果是對利軸做對稱 就是利不變其他變號 可以嗎? 其餘與其他加速號 可以嗎? 所以就變成了P點坐標 然後利不變5還是5 所以變成了-12 -12 那他C選項是1-2-5 好像不一樣 再來諸選項 他說對歪力平面上的對稱點 那一樣就是對稱 對稱 對稱 對稱點這些 對稱點 因為他是歪力上的對稱點 我們看一下 歪力的對稱點 這就是歪力 不變其他加速號 我覺得可以把珠號出來看一下 因為難得他有個負的 我們把珠號一下 這是第一碼 然後Y-2 可以往這裡 然後再往上 行程 行程的 不行 就是1 就是1 2P點坐標在這裡 1-2 所以是這裡 1-2 其實說實話 如果你那些背 真的背不起來 真的去畫 好像也不行 只是會稍微花一些時間 但你自己做抉擇 看你要不要背 然後P點 P點坐標對歪力平面 那歪力平面這樣 先來看一下 就這邊 這個切面 當然這邊也是 然後對他做 對稱點 所以以這裡為樣本 往後投過去 再過去一樣遠的地方 這就是P點的對稱點 可以嗎 所以你會發現 他的X還是-1 對不對 X是1 X是1 他現在往後面 所以X是-1 沒錯 X是-1 然後他的Y 就是跑到這邊 就是-2 再來他是向上 所以是-1 所以是-2 所以諸選項是對的 來最後一選項 他說到Y軸的距離是2 到Y軸的距離是2 你看一下 到Y軸 就是從這個點 Y長在這邊 距離是做垂直 所以他是什麼 是斜斜的 這一個地方 這一個才叫到Y軸的距離 你知道要講什麼嗎 他從這裡 垂直下去 所以你必須要做B式定名 並不是直接看說 Y軸的距離是2 那是完全錯誤的 可以知道 所以E選項是錯的 他必須要做什麼 B式定名 那我也寫下E選項的答案 那Y軸上的距離應該是5的平方 加上什麼 2的平方 還根號 所以是根號29 可以嗎 嚴格要求 這一個回去盡量多寫一點 因為一開始什麼加負的話 或是哪些不便你一定超級不熟 盡量用那些口訣 如果你口訣記得手的話 輕輕寫久你就會了 那如果你真的背不起來 那也沒有關係 就像我剛剛做的 你把這個圖畫出來 然後真的去找那個點坐標 也不會怎麼樣 可以嗎 除非你老師很狠心 出那個什麼 嗯 -100 120 然後更號50 之類的那種很醜的數字 那你畫圖才會有困難 其他狀況 畫圖其實都還好 可以嗎 好 好 好來 你翻到前面 其實空間跟我們的那個 我們翻到前面數頁 來看一下公式 其實空間 跟我們的平面 有很多諸多相似的地方 你看一下那個第三點的終點坐標 以前在平面上 是不是相加除以二的終點 對吧 那現在 三維空間也是一樣 SXYY 只是多一個高度 叫Z跟Z 高度相加除以二 就會得終點坐標 那這我就不證明了 因為就是這樣 可以嗎 你可以自己畫圖 用必試定 你不證 還是很簡單 那你再來看第十六頁的第四點 來十六頁的那個距離公式 有看到嗎 最上面的第四點距離公式 那這一個跟以前也很像 以前的距離公式數是 S-XY-Y 平方相加開通號 那三維也是一樣 只是高度也變成了什麼 高度相減 然後呢 再開通號 只是多一個高度嘛 平方相加開通號 都是一樣的 那如何證明呢 我簡單的敘述一下 你用聽的就好了 因為這個證明 非常非常簡單 聽一聽 大概知道一下是什麼感覺 首先空間中的任意兩點 再講一次 空間中的任意兩點 我一定有辦法把其中一個點 拿到原點 你接不接受 其實知道講什麼嗎 也許我原本是PQ 空間中的兩點 然後求空間中的兩點的距離 要求PQ長 對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其中的P點座標 一個拉到原點 然後呢 做相對應的對值 你可以把它想成 從這裡再畫一個新的X軸 Y軸的概念 可以接受吗 这是有点相对位置哦 你把它重新画一个轴 是不是剩下来的 你的P数就变成000了 对吧 那Q点原本叫什么 叫SYZ 那是不是因为你移到000之后 它的SYZ会发生变化 那变化是什么变化 很简单吧 我写一下 怎么变化 你这里变成000 那是不是就是-S-Y-D 所以你对未来的座标变成新的座标头也是怎样 -S-Y-D 你自然而来就可以求出它的座标 可以吗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S-S-Prom平方 加上Y-Y-Prom平方 加上Z-Z-Prom平方 还有很好 空间中的斜对角线 是先求下面的直角三角形的这一条座 对不对 这个再用第二次的必师定理哦 再求出我们空间中的PQ长吧 所以就自然而来变成了S-S-Y-Y B-D-D 平方箱加开文化 可以吗 跟二维的很像 所以你也不用特别去记它 你只要知道公式长得一样 只是多一个高度就可以了 那讲义上有画出更详尽的图 你可以用它的图去再看一次证明 你都误化了 再来 例题一 讲完了 例题二也写完了 来我们看例三 例三就是带一次终点公式 例题二终点公式相加3-2 自己带一下 给你空间中的两点 你会写D写 125 B.3-8 1 就AB的终点坐标 那我们就叫它N好了 就S加X嘛 除以2 然后Y加Y嘛 除以2 再来D加1嘛 除以2 极为作求 稍微写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作标就是2-8加2-6 -6除2-3 2-3 3 可以吗 再来第二小题 空间中三点点坐标 ABC 然后给你AB 然后跟你说B为ABC的终点 或者C的坐标 哇靠 超简单 那你自己写一下好不好 好 这就是减价到一个VB 然后减价3加4除2 是平均 你不要给我相减哦 你写到时候我入口还在那边相减 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小题的重点做标是2分之7 2分之负1 2分之9 诶 这里补充一个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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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到之前有很多学生会问 什么叫挂线 你有听过吗 挂线 在讲挂线之前 我先问你 因为我听过一个名词叫向线 如果你没有听过 我大概会把你打死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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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先听哪 向线是什么 向线就是 如果只有二维的话 就是SY 第一向线 第二向线 第三向线 跟第四向线 逆时针转移圈 我们叫向线 那什么叫挂线 挂线就是三维立体空间的 区块 我们可以分成几个区块 有没有这 漂亮 有挂线 拿挂线 那怎么转 对了 有时候问你要拿挂线 这是X 这是Y 这是Z 看到了 我要画出一个立体图形 给我一个机会 不要再用那个 不要 不要 我不要借助科学的 那个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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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哎 哇不行 可能要用 哦 我会有的 你不行 我会有吗 等一下 等一下 好像又还好 是不是 其实画的蛮好看的 自己觉得 你知道画什么 我会不知道 我在想 我这样 你知道画八个人 对 人家 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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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画 耶 可是 投影的 他有办法做出 八个面 我以为 为什么不行 讲 是这样子讲 可是我觉得 放在中间 就是 不行 放在中间 那你做八个 但我们就不用做了 我们直接数了 好 来来来 好 做八个 做个屁啊 快点 在那边 清楚 哦 不是啊 做八个 刚刚是不是有不小心复制出来过 不然你可以做两个 我按下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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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这个爆炸 好了 我们这边看了 你看 这是不是一个平面 你看哦 这接割成 上面会有 一二三四 是不是会有四个区块 下面相对位置 你会有四个区块 哪四个 我自己看一下他下面 因为看人家裙子的感觉 这也是一个 有没有 两个 三个 四个 右标筋滑到了 不要懂 所以下面会有四 一二三四 那你有没有发现 S正向 Y正向 V正向 这一个 三个都是正的 跟我们以前的 S正 Y正是一样的 我们叫E挂线 这个叫E 就是我现在红色画的地方 比的地方叫E 然后呢 一序 一二三四 一样 逆时针做旋转 所以上面一二三四 逆时针 那下面呢 五六七八 再做一次逆时针 听得懂我意思吗 一二三四 那下面也是 五六七八 这样一样逆时针做旋转 这个叫挂线 我补充收远一下 因为有时候奖励上看到挂线这个名字 好 简单做一下就好 来 终点很简单 我当然知道 再来第四个 例题式 你现在马上做 例题式非常强解 例题式没什么好讲的 距离公式 就是S-SY-Y-Y-B-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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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讲哪里吗 第四 自己做一下 那挂线有点难 我等一下再一次 我其实有买一个3D立体的笔 有机会拿到这边给大家自己用一下 玩玩看 就是网络上不是有一些3D的彩绘的那种立体笔吗 这边也可以空间中直接拉直线 我上次有带来 就后来被人家玩坏掉 我说玩坏掉就是 它是暗 然后把那个塑彩夹了 之后在空间中冷却就可以直接拉直线 可是它后来 拉出来就会开始抖抖的 就像拉屎 真的 真的很奇怪 但是可以带出来给大家看 很多人会拿来做什么球鞋啊 不过我觉得那应该是不太能用 就是3D列印比 我最近发现 我做摸的能力变强了 不是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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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是春梦 没有你的梦 没有你的梦 搞错了 因为现实生活中 现实生活中 没有比别人家留钱吗 至少等一下 我们要比别人还会做白日梦 所以最近白日梦做的特别多 而且越来越有逻辑 还记得我之前讲过这个城市的故事吗 复制人 我跟妳讲 我这次又进步了 我现在变成小提到 我梦到 有6到7个有能力的超能力者 然后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要做类似密室逃脱的活动 我自己其中一个参赛者 然后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参与了 这个密室逃脱的超能力 你是超能力者 对 你是什么超能力者 对 我就一讲 然后两个人 我们是彼此好友 其他人都不认识 然后一进去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被赋予一个超能力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超能力是什么 你要在过程游戏中发现 那我就进去之后 我就发现 诶 我的超能力必须要穿上 小提到破偶装 我才有办法使用 那我就穿了嘛 可是穿的时候 我还是不知道我的超能力是什么 可是主办单位在进门的时候 就跟我们说 诶 他就说小提到 他说我啦 你看小提到房间门口有个门 然后每个人都配一把手枪有两种颜色之在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黑色 只要你用黑色的开枪 然后对着你 有没有开枪 你就会使出你的超能力 然后白色的开枪 就会有机会逃脱这个空间 之类的 就是这样 接完游戏规则之后 我就在房间 然后开始了 过了没多久 我就听到 我的好朋友死掉的叫声 然后出去一看 好朋友死了 然后到我的回合的时候 我就赶快冲出去 去检查我的好朋友 到底是什么 怎么死的 我想帮他报仇 为什么我有这种想法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在脑海里面 已经开始在想 他怎么死的 我想到一个 比较合理的假设 就是主办单位说 你拿到手枪 你一定要开小叮当的门 他可能以为开他自己的门 也有一样的效果 所以他对他自己的门开一下 诶 真的很复杂诶 我就想说 不愧是这样死的 就一到他房间 我发现 诶 会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主办单位 故意塞了其他颜色的子弹给他 所以他 不小心开到其他颜色的子弹 所以我在想 下颜色的子弹 也没有 那到底是怎么样 终于 我终于知道 因为那一瞬间 我超能力发动 我超能力就是 变成别人的样子 结果 就是会 就是有点回到以前的时间 然后变成那一个人的样貌 然后就变成了我的朋友 我发现 我拿着我朋友的架 然后去开别人 然后把别人杀掉 破坏了我的新規者 所以所有人都死了 我朋友也死了 所以我活着 完俏 结果我朋友送我杀了 我醒来一件事情 就是开始很奥鬼 他为什么把我朋友杀了 后来我在想 诶 完全想不起来 那个人是谁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要后悔什么 可是我觉得我梦的整个质量有上升 越来越有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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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还有一次 我上次还有一次 我跟你讲 上次还有一梦 我更有梦 就在前两天 也是在最近的事 我接到我的一个学生的电话 在梦里面 我在梦里面的职业还是老师 然后我就接到一通 来自有学生的电话 他接起来 我接起来 不是他接起来 我接起来 喂喂 结果他说 老师怎么办 我怀孕能活 你知道我第一个想法是怎么办 不是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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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没有关系吧 我没有干嘛 我说老师不行啊 要被我爸爸发现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只好安慰他 我就跟他说 不行不要紧 我就一直安慰女学生的情绪 就他妈接起电话 我说 我刚刚女友跟你讲什么 我说 我是她那个保险业务员的 哇 我开始在掰女友 你知道吗 她说我是那个什么 她之前参加什么活动的 保险业务员 然后我再帮她办退费 然后她说有什么样的经费可以退费 我在梦里面讲的借口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讲的毫有道理 就后来她爸接起了这个电话 她说 你不要在骗人 我就是那个保险业务的那种专业 不要在骗人 结果 讲到最后 我竟然连她爸都互动过去 结果她爸最后讲说 我谢谢你 我说老师你真的很辛苦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 我在梦里面 一再形容和污污烂的人 我觉得铁头跟我有一样的特质 铁头最近也做了一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 有时候我跟他很想 铁头最近梦到他去挪威 然后挪威 他在梦里面有个挪威很大的 很大的那个读书馆 然后他梦到他在读书馆里面 看到很多书 废话 不然看到什么 然后一进去 他就找了书来看 结果发现整面都是数学书 然后他就在那边写数学 然后写了一个晚上 他知道他在写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不知道 可是他就在写数学 然后写了一个晚上 然后他还梦到那挪威人跟他说 那个挪威的鲁鱼很好吃 然后冰起来脆脆的 然后吃起来才会有crispy的感觉 是讲英文哦 讲英文哦 他那个梦里面是用英文跟他对谈 然后对谈谈了之后 他就读书馆看出写数学 然后写了一个晚上起来 精彩 我真的相信一句话 日有所思日有所望 你知道在平常世界做什么事情 做太久 你将来也是一样 就一直不断重复的那样经验 跟你讲我之前 梦他 真的有梦到那个 真的耶 我真的觉得梦有分成一种季节 就是当你对一个失误的理解 越来越深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梦里面的东西会有直的感变 会发生感变 以前 我没有跟女生的那个的时候 我会发现女生会开始变化 变成男生 就是因为我对女生不太了解 很少看到女生脱衣服 很少有这个机会 所以有一天 我在梦里面 发现我自己在做梦的时候 我就找一个很正的女生 然后就铺上去要抢了她 在梦里面 我天地良心 现实没有 现实没有 然后上去 女生不要怕要穿布 好 过去 就那女生在跟我接吻的过程之中 慢慢的她就变成男生 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傻小 然后就发现她变成男生 可是当我长大 有了更多的经验之后 那个女生就没有再发生任务 我梦里面的人都变得越来越紧缺 我觉得真的是跟经验有关 真的 好 讲这个干嘛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 例题四 例题四其实很简单 例题四 球距离公式 他是不是给你一个 长方体嘛 对吧 球距离 我画一下 我画一下 然后给你一些偏长 给你一些偏长条件 你知道我会写一下 ABF 人结 人结没有来 他出去玩 然后GH 可以吗 换成这样 然后我把长度写上去 AB是1 然后A1是2 然后A租是3 所以长段高都有了 然后PA 这里 P点在这里 PA的长度是2 然后FQ 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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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想请问 空间中的 鞋对角线 PQ的长度 你才发现 如果今天你真的要去鞋歌出 直角三角形作 必是地理 其实没有这么好做 对吧 但它有一个很系统性的方法 我强烈推荐 你看 正方体 跟长方体 像这种集合图形 它是不是都是具有对称性的 对不对 只要具有对称性的图形 我们通常在做空间的图 要了解它的方法是什么 最好的方法就是坐标 用坐标化的方式 让它有真实的数字 如果要算长度 有真实的数字出来 会更好算 那你会希望原点在哪里 如果你不是一个太奇怪的人 一定不会把原点定在C点 你一定定义 把这个当成是原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习惯的轴 不就是长这样吗 所以你建议你把那个图再重画一次 然后坐标化 把SYP的轴全部再写出来 可以接受吗 画成这样之后 所有的点坐标 你都知道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要求PQ的长度 我们把P点坐标表示出来 Q点坐标表示出来 用什么 距离公式 SXYY 粒粒相减平方将加开用号 就可以了 可以吗 现在把它画出来 来第一个 P点坐标是S的地方 向右二单位 所以是正 所以是二 那Y咧 你有发现画错了 X没移动 我看错了 S应该是没有移动 是Y向右二 所以是零二 它的高是不是 挺没有给 叫做二 所以叫零二二 你可以帮我把P点的坐标化写下吗 拜托 零二二 再来Q点的点坐标 来一样写下 是不是 X是一 然后呢 Y也是一 但是它是在平面 在底面 所以它没有高度 就是一 一 可以吗 再来带空间中的距离公式 SXYY 然后VD 然后直接写 算了算了算了 我多写一下 1-0的平方 加上1-2的平方 加上0-2的平方 像加开根号 大概就是1加1加2 X2的平方4 所以是根号6 根号5 可以 好 这一题最主要就是教你一个方法 就是只要遇到对称的图形 我们都可以利用坐标画的方式去解屏幕 那什么要图这两边要坐标画呢 来 可以看 这样的图就比较复杂 那我就不太建议去坐标画 其实还是可以 但是你现在的经验很够 这时候做标画的原点 你知道怎么求吗 因为高的 好 16 16 我会把原点定在这 然后再少一半走出来 会比较漂亮 会比较漂亮 但还是很巧 因为有一条轴很奇怪 但是已经会好一点 所以 像我们的那个正四面庭 比较不适合 还是可以哦 是比较不适合 那你说金字塔 金字塔适合吗 金字塔就比那个四面庭再适合一点 因为金字塔从中间往下看的话 你看他的浮世图 是不是 由上往下看 金字塔的顶端就直接映称在 那个正方形的中心点 对不对 刚好是对角线的焦点 所以你可以把这里当成是Z轴 然后呢 这里是X轴 这里呢 是不是刚好是Y轴 这里乘90度 90度 90度 可以吗 所以它会比正式面积再好一些些 那尽量是对称的图形 金字塔还算是对称 可是正式面积就不是那么好做 因为下面是正三角形 是60度 没有90度 好不好 这个范例是 这个类题1跟类题2 拜托自己做一下 这个类题1真的是羞辱人 他说下列哪一个点 圆点的距离最大 就是最远 是不是带公式就给他 那你可以讲类题2 类题2很难吗 有ABC的形象 好来看一下 他说ABC 3个点的点座标给你 问ABC的形状 如何判断空间中的三点所形成的形状 很简单吗 你把它边长全部都求出来 三边长椅子自然知道是什么样的三角形 所以一样是不是带公式 很累 我知道很累啊 所以我不想穿 它其实真的不难 它其实真的不难 我问你喔 三边长椅子 请问三角形面积你会不会做 三啊 会 你可以用海龙 最难最难 你用海龙都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可以做 对不对 没有更乱的 那不管怎么样 你只要三边长椅子 什么都马会做 对不对 我要自己做 通常会设计这样子的题目 他的三角形的那个样子 就不是太丑 他总不可能给你根号2 根号3 根号71之类的吧 71不可能形成三角形 可能根号2 根号3 根号2.4之类的 不可能那么丑 他已经有设计过 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好不好 再来我们看那个 范例5 看一下范例5 范例5打型号 这一题 虽然简单 但是却很重要 是点到三个 纵标籌 标籌的问题 刚才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讲这个 刚跳过了 我现在花一点时间稍微讲一下 点到标籌的距离 以后是怎么看的 其实很简单 你那个图画出来 基本上标笔T 标籌 在一般的情况下 可能空间中有整点标 我们就叫他 ABC ABC 高高低 那请问到X走距离怎么看 注意哦 距离在哪里 这个叫X走 实际上的距离是 红色线到这边 这里垂直 这个角是垂直的 才叫距离 这个看 瞄一下 我们看那个Y轴 Y轴在这边 这个点到Y轴 这里是垂直的 看得出来吗 这个点 因为是在一个平面上 从这里投影下来 所以我们实际上 的距离就是问这一段 这一段 那到力轴的 就是这一段 知道来讲什么吗 这个才是它的垂直距离 那你看哦 假如我们以力轴为例 好 因为力轴比较好翻查 ABC 所以这里是 A 这个长度是B Y的做不掉 再来这个高度是C 那你会发现 好 如果你只是要求这一段长度 请问跟高度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是不是只要利用 A跟B的直角三角形 B式定理就可以求 所以这个就是A平 加B平 还很好 对不对 就是我所要的 到 力轴的长度 也就是到力轴的距离 可以接受吗 所以到哪一个轴的距离 你会发现这个轴的坐标的持反很重要 就是另外有两个去做平方相加开拓泡的动作 来由这个图出发 你到LX轴距离 你会发现LX轴的坐标很重要 主要是谁决定 这个切片比较难 是不是这个直角三角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它直角在这边 真的很难观察 稍微看一下 你会发现是由YD去做决定 到LX轴距离 也是由YD去看 A码 到Y轴勒 在这边 这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要求的是这一个长度 可以吗 一直在一堆 真的走 不是用那个 两个角 嗯 你这三个同学加一台 当然我知道 没有它是到我各个轴 来那这个系统性的整理 它讲一段其实有放 我带你看一下 在那个第十五页 这边 你有没有看到 S轴距离型的看不一样 一点不一样 咦 你到底S轴距离有什么 哦 上面是倒立 我吓死我了 S轴距离 你有看到吗 上面就是B平方加C平方 拍得好 就是跟S轴的尺没有关系 对吧 对吧 对 是这样 可是因为这个稍微斜一点 会比较臭 你看它这个图 应该会比较明确一点 好不好 就这样 来 接下来 我们来回过头来 来写我们的范例 它这里有根号41 根号65 根号74 那P点的坐标为多少 那我们很简单 就直接假设P点的坐标叫ABC 可以吗 你刚才说一句在讲 哪个上课 你刚才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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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一句 刚才说一句 刚刚这个吗 这个就是跟你说 他到那个轴上距离啊 就这样 有一个就画在这里看 那我们P点 就用这个图来讲 P点加ABC 那现在呢 到S轴的距离 刚刚已经讲了 到S轴的距离 是不是只要看B跟C就好 所以就看B平加C平开根号 那答案就是什么 根号41 他到Y轴的距离 他到Y轴的距离呢 我们只要看A跟C A平加C平开根号 所以叫根号65 再来就一个B平加A平 等于根号74 但根号是不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画得更漂亮 就是B平C平 41 A平C平65 然后A平B平74 像这样的图哦 这个这样的连力 我们以前已经解过了 就是两两个出现一次 对不对 对吧 我会建议你把这三四先相加 变成两倍的A平加B平加C平 然后除以2 会比较漂亮哦 41 65 74 180 180 所以一倍的A平B平C平 是不是就是说啥 就是 为什么说这样比较漂亮 看一下哦 这就是三个各有一次平方 减掉任何一次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是不是刚好都会剩下 最后一个多珠来的那个 对吧 所以这样写会比较快 来4-1 有个例子 4-1 这是缺A 所以会得到A平方 90-41是多少 49 所以A平方等于49 很明显 A这边就是7 负的不合因为是长度 可以吗 等一下 负的不合 负的是不是有机会啊 负的是不是有机会啊 因为它是问坐标 所以它不是长度 那我们先这样 我们先把它算出来 再来你的B 就是这一个4-2可以说出B平方 4-2 所以B的平方一样 比如说来 90-6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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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所以说还蛮漂亮的 所以这里的B是正负 最后4-3 到人到C平到是16 C平等于16 所以C-正负 然后说它是第一 哦 它有讲吧 它是第一挂线上 来把第一挂线圈起来 所以照理讲 原本是会有正负的问题 是没有错的 因为坐标本来就可能有正有负 但是因为它第一挂线 第一挂线的意思是什么 刚刚已经介绍过挂线 这就是你的ABC ABC 都是正整数 才会再来第一挂线 所以整体答案只能选正的 所以P点坐标就是 7-5-4 P点坐标 大家抄一下 P点坐标7-5-4 因为它在第一挂线 所以它才会都是正的 如果题目没有特别讲 正跟助理都得写 就会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都快掉下来了 等下回家 我能推荐给大家视频 现在我要去九层九 我一定要去看看九层九 到底是不是只有口罩 你说是哪一家 文具王 文具王 他就有没有 文具王 文具王在哪边 摩根神奇的地方 神奇的地方 神奇的地方 摩根神奇的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 公山小孩在哪里 九层九 不是九层九 文具王 文具王 文具王在哪里 就是那个地方 我也不会讲 有很大间的文具王 他是不是还有那个 五下种 我记得他有地下室啊 你说是在新竹猫 对啊 因为是我妈去买的 新竹猫 我那家我想去看看 新竹猫 是啊 没错 等一下可以查 怎么会有文具王 啊在竹北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没有 新竹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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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吗 南亚大人发 南亚大人发 为什么这样 我家住在南亚大人发 都没看过了 有啦 就是外面啊 南亚大人发外面 会有什么文具王 对 南亚大人发外面 是那个小尊炖瓶 什么的 乳味什么的 快炒九九 还有一百元减法 其实哪一家 不是要在外面一点 然后那是什么 反正某家文具王里面 有麦土特的队 哇靠 我要去寻花一下 不是公布那一条 有一个什么桥的吗 桥的对面 那一条桥 我怎么会知道 那边附近啊 我一讲都已经是个路姿 你还这样跟我说 这个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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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桥 之前有一次章鱼骗我 有一次 那个时候我刚去竹北上课 然后我对竹北路很不熟 就我跟竹北路吃完 竹北拉之后 竹北路就指着他们说 欸你往这里一直骑 一直骑 骑下去就可以了 我完全相信他 就那一天吃完小午夜 大概是十点 你回家家已经一点 对 我回家家已经一点 你怎么知道 我回家家家已经一点 因为我其实越骑越远 骑到高铁站在过去 然后一路向高铁站的巨型 完全没有回头 我骑回心处是一点 超级爽 你什么时候才发现你急错 因为那天我没带手机 我超级过他 我真的超过他 我骑到高铁站的那一瞬间 我已经觉得很对 我经过高铁站吗 我从我家往座北骑 我经过高铁站吗 不是会在合体吗 可以直接做高铁回去 后来下一次第二次 他就跟我约同地叫姜母鸭 他说 哎没有 原送这边不然骗你 今天是走这一条 也不相信他 我做坏方向 你觉得你又一点不行 这次比较快 大概快十二点再到家 他说好像很爽 因为我不相信他 我就走一块钱 看这个很靠北 你知道我后来骑顺了之后 除北到我家 大概二十分都不知道 我都骑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都很夸张 所以从来 那一开始我就知道 印象超不差 超差 所以现在很不爽 你先帮我们看看 帮我们看看 我刚才我真的抽不走他 对不起 哎 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不看那个抽 有点KK的 我再讲一个Y面 你看 你看像我从这个点走在Y轴上 所以这个会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对不对 可以吗 那我们实际上求是斜线的长度 我们只要看谁读住就好 就是看A的 因为这是X 就是看A 然后再看什么 再看你的高 就是C A平方加C平方 是会知道这个斜线的长度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不看B 不看Y的数据 只看S跟Z的数据 可以吗 好不好 所以才会有那个15页公司化结果 所以 这个单元 有一些东西稍微要记 但你怕你不忘记 因为奖印上很贴心 都帮你做好笔记 自己去看一下 好不好 多看几次 如果背不起来 那没有关系 你至少要把图画出来 好不好 还是可以记一下 但是不小心背起来 就是你赚到 好不好 可以记一下哦 可以记一下哦 会有意外的小收获哦 我想叫你写一下那个类提依耶 我想叫你写类提依耶 类提依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很想做的冲动 是不是有这个冲动 不是说第五页啊 完全没有通 大家是不是想要写一下类提依 我写一下 我写一下 博车只有对饮料有兴趣 大家是不是想要写一下类提依 他是指说 那个一提湾那个饮料 好 我们看一下类提依 我们看一下类提依 因为类提依 类提依像类提依更难 它是空间中有个线段 然后在三个平面上做正摄影 分别为多少 那个题目就比较难 好不好 我们先写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类提依 来给你试试看哦 快哦快哦 类提依哦 不行的朋友 画图 会画吗 知道 会画这个图吗 会画吗 仿照一下吧 1.2 1挂钱 用手机 还好啊 现在 还没有 还早吗 时间现在才3点多而已啊 屁啊 还早啦 屁啊 就4点太慢了 有人说他眼睛坏掉了 什么东西 他眼睛坏了 说还是你眼睛坏掉 昨天 昨天 昨天有消息 昨天是元宵大家知道吗 知道吗 我们去拿火把去游餐 我们三个传统 然后我就拍了一张照片 时代的传承 不是那个 传承的意志 时代的巨人 然后什么叫时代巨人 因为 逐中有一个趣味界 他叫时代巨人 结起来 就拿了火把去游餐 我就觉得我们这样放火 然后我们在路上 遇到一个小屁孩 他就拿那个冲天炮 然后把它绑成一困一困的 然后对我们放 哇干 我是要火烂 你知道我们那一群人有几个人吗 有十几个二十个人 他现在拿到冲天炮放火 哇靠 这是不知道到底是叉小 上次 上次在那个过年的时候 我们也有放鞭炮 然后我们在隔壁夹 放那个烟火 是那个大概一百八五十八 那种比较大的烟火 然后放到一半的时候 有个小屁孩 就要那样 打他 你知道讲这句话的同时 你知道我旁边有几个人吗 鱼鱼 鱼鱼我加起来差不多二十个 他只有三个 他 我干你鱼鱼 我这旁边有二十个人 后来我就觉得很爽 就直接过去 再讲词试试看 那小孩子就被我们 那小孩子就被我们吓到 然后我就觉得直接去骂他 因为我就觉得是学校老师 直接就抱起 然后他家长就很紧张 然后跑出来 然后劝架 所以我就直接说 那是你家小孩 那是你家小孩 你舅舅也有几个人 我舅舅也有几个人 我舅舅也有几个人 经过了上次这个经验 我就知道 哇 我舅真的是真男人 那一个人舌占群乳 然后把他四个人都骂得对 然后我们二十几个人 剩下的人都在那边看 哇 真的是 看戏喔 当下你真的 当下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个智障 你也不会想到那小孩子计较 但是我就不是 我就直接冲过去 直接 直接把他骂退 我为什么叫老师 那这一次 游山就遇到了 我拿那个火把去游山 然后一大堆 你拿那个火把 打火烧 不是 他拿那个 冲天泡 有些人会拿那个管子 什么 放冲天泡 比较不危险 他拿那个管子没有对子 就直接往我们这样子 啪 平行这样飞 他不知道 我以为他是香港 要去游街 用耳朵吹那一弹 这屁 那屁还应该 我真的 我也被吓傻 就是跟上那个跟丁娘一样 我真的被吓傻 我转头一看 他 一样 只有三个人 没有二十个 但是 哪个人有竞争 跟我二十个人 一样 十一三 就我这一次 因为上次有 舅舅的经验 那这次我又没想到 骂你 我会跟我 几个那个兄弟姐妹 这样走出去 就他妈跟他把他爆发 他把我打他 因为我每个人都拿火把 你知道吗 很猛 我们不仅拿火把他大包小包 然后拿到小包 然后就烟火 我刚才有一个冲动 我真的想要拿这个五十八的那个烟火 就是炸 就炸 啊 多漂亮 真的 真的是屁孩 香山屁孩很多 阿雷迪行不行啊 注意哦 他在第一挂线内容 他在第一挂线内容 你不要画得错哦 我觉得不丑 丑 丑 没有啊 你不要丑 好 我帮你解一下 累一 累二 我们下次讲 累二 你打新号 我们下次讲 他会很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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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答案 你怎么丑啊 这样耶 这么新酒 喂 怎么那么丑 他是不是很烂 不会 对 他是不是就给很烂 对 我可能会有 对 就这样 不是啊 你这里 为什么要是没了 哦 很棒 没错 就是这样 乖我还不做出 记得每次那个 那个 用那个 我就是先去砍个山上的图子 然后把它中间 就是空洞的地方塞它的袜子 然后加那个油 其实有一次 我小孩子是 我就很想要帮这个 火烧了 我往里面 我就把我自己的袜子脱下来 然后拿去烧 然后烧完之后 走到最后 我俩穿袜子都没有 有小时候 就是很喜欢玩那个火把 然后长大之后 我第一件事情 上山到火屋再烧 我想要把我把它烧完 直接把那个火 那个加油 然后直接把它点燃 一看烧很大 然后走到路边就熄掉 就拿空的木头在那边摔 他很烦耶 一直烧那个火把 这还是蛮好玩的 这还是蛮好玩的 上山坎数 好 那一咯 你讲很多垃圾 好 要认真 大家一挂线 最好 这有画出来的图 大概看这样 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P点 P点还有跟你说 他的坐标是什么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吗 可是我们可以从 我们的这个 这 长方体的那个图 大概也看出一些软比 然后P点在这 在D华线内 他说他到S 到Y轴的距离 当然已经讲过了 就是什么ABC平方 就是那个组合 开分号 对不对 最主要是有一个新的 我们可能没看过 就是到YZ平面的距离 是2 什么叫到YZ平面的距离 是2 你先找到YZ平面 是不是由这两个轴 所形成的平面 当然它是无限扩张的 它是无限扩张的 可是到平面的距离 就是这一段的长吗 可以接受吗 对不对 一个点 直接把它倒过来 就是投影上去 就是这一段的长 所以它就是指这一段距离 叫做2 结束了 这一段距离是2 那不就是说它的什么 座标是2 就是它的X轴座标是2 也就是说 P点的X就是2 然后剩下的我们就叫它 A跟B好了 然后写Y跟Z好了 可以吗 这是1字 好 再来 第一个资讯 它说到S的距离是10 到S的距离 S在这边 到S的距离 大家已经讲过了 就是S不看 看Y跟Z 也就是Y跟Z的平方 Pi跟Po 答案叫做 10 然后就叫 到X距离 到X距离 我会有个漂亮的鞋 就是D X的距离 P到X的距离 P到X的距离 好 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呢 到Y轴的距离 就是不看Y 就是不看Y X平加Z的平方 它会等于5 它会等于5 就是 Y就不去 是吗 那根据刚才 它到 我们的Y力体面 所以已经知道了 它的X就是等于2 对吧 所以这边的X 你都可以用2去做代入 所以你甚至可以把Y跟Z 借由这两个资讯 直接把它图出来 那我刚刚看了答案 答案不是很好看 好不好 但是就是算了 好 算一下 可以2个4 4加Z的平方 等于25 所以你的Z就是跟Po 21 为什么取正的呢 因为它说是第一向线 第一挂线 在上面呢 知道V了 所以这是21 所以你会得到 5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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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次做成0 就得到Y的平方 加21 会等于100 所以Y等于分号得79 好 所以座标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的T点就是 2 根号79 根号21 可以吗 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真的没有背 那你这个图至少要简单 要画出来了 然后去判读它的资讯 不小心背一下 是可以的吗 这没有很难 写9就会了 不要紧张 这个到S轴的距离 这是垂直 对不对 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 对不对 那怎么做呢 刚才已经讲过了 是看这里跟这里的读数 会形成一个 直较三角形 B式定义 这就是Y的读数 这就是Z的读数 对吧 这是Y平Z平 T点到S的距离 T点到S的距离 4点半了 有没有需要休息吗 不需要 好那不需要 我们就继续了 你不是说不需要 不用啊 不需要 不需要 你需要后面福利行程跟 琴娃跳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先给你最后喘气 我们剩半个小时 到时间后 就要下课了 最后要呼吸的 趕快呼吸 我说还剩半个小时 我就下课 我给你一点喘气的时间 看你快挂了 先休息一下 等下我们接着上 先就上了